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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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 老一辈 熟吗? 也要说不熟 她的人是有可能 但是她的歌我可是听着长大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就跟你说详细点吧 嗨的我不轻了 我效仿她 就开始也学着写个曲儿啊 写个词儿啊 后来发现写歌是个很 毫费精力 很毫费money的事情 又浪费精力 又浪费钱 是 那做一个曲子太不容易了 那又得编曲 那还又得这个什么 现在都用真乐器 那都得请人呢 那所以说您这个嗨是打了引号的是吧 是 这彻底把我嗨成一作词了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位大家宾啊 我们真的是听着她的歌长大的 究竟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她是跨越传统音乐 与当代音乐的践行者 是原创流行音乐的开拓者 她创作的歌曲有上千余首 曾陪伴几代人成长 太阳最红 到处是最期 银铁关闺思想 永远找我心 小小的我 小小的我 不记得就是大河 小小的我 小小小的我 拥抱大地就是成之歌 混淡过思念的泪花 混淡我了悠悠的心 妈妈的温温 甜的温 教我思念到如今 这些金曲堪称时代的经典 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如今它再度出发 十年精心打磨 原创音乐剧画皮终于登上舞台 为观众打造中国原创视听盛宴 今日做客你看谁来了 会带来哪些创作背后的故事呢 三扇大门的背后 又会有哪几位朋友为他而来 掌声有请傅林 有请大来宾 欢迎傅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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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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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是听着您歌长大的 这个是不是有点把您给说老了呢 本来就老了嘛 也不能装年轻 首先得给您致个欠 您的音乐会 这正好赶上几个特别重要的事 就叠加一块 但是我听说 这事弄的可是火的山崩地裂 不是 这个十年磨一剑嘛 也不容易 搞得比较大 这个大型的叫我们定位叫东方魔幻 你看看 音乐剧话题 所以它就搞得大了一些 这是您十年以前就想好这个事呢 还是就开始写了 对 十年前 一二年的时候就开始策划这个事 然后就开始写剧本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怎么就能看到这个作品 在哪能看着 只能在到剧场了 只能到剧场 明年开始 从北京的首演之后 明年就开始全国巡演 应该去明年是有一百场 我不知道能不能到天津 第一站是济南 画皮 画皮 就是咱们那个电影 那个画皮的画皮吗 跟那意思相似吗 IP是一样的 但是故事不一样 故事不一样 它是实际上用歌舞的形式 讲述这种迷迦故事 它舞台上呈现 和影视上不一样 那您写了一辈子 那么好听的旋律 突然来一画皮 您要不去现场看吗 觉得您这个想法有点独特 不独特 我一直原来在海战舞公团 在歌剧团待过 也在那写过演乐剧 所以这个是我一种梦想 这十年退休干嘛呢 你总得要写点东西 老想能够有个走出去的作品 能拿得出手的中国的音乐剧 您哪部作品都拿得出手 对呀 傅老师这一上来 这真是太谦虚了 那我说了 从小我就听着小罗浩 我妈妈的吻 那你唱一句我听听 那张口就来 张口就来 一杯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让我思念到如今 这不是线辈的 小罗浩滴滴吹 还不停了斩翅飞 还真是的 对对对 所以说一个词作家 曲作家 如果说 关灵刚才的这个旋律的 这么流畅的表达 就说明他们这一代人 对这个旋律是完全记忆 这个很深刻的 你想我们要是很熟悉吧 那这个无可厚非 你想这个关灵毕竟 这么年轻 对呀 80后80后 也不年轻了 你今年有20 也20多了 20多了 80后90后00后 我觉得都会这些经典的歌曲 那特别是 其实近些年 傅林老师也有一些 非常优秀的作品 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我觉得刚才有一句话 特别感动 傅老师说 那我退休了 我干点什么 就是他已经有这么多 经典作品了 他还觉得 要不断地去创新 正常情况 应该躺在那些成绩步上 可以指手画脚 给他们辅导辅导 现在 傅林老师想的是退休了 还得做点 这个事情 有点意义吧 您如果不做的话 您在家里是个什么心情 那我受不了 在家我 我把工作当成 那是不是有点 工作狂的意思 就成天上班 上办公室去 那我这个听说了一点 这个小道消息 向您核实 是不是因为您对工作的这种狂热 以及这种不懈的追求 导致了您在生活上 就稍微有那么一点 自己不能自理 啥都不懂 但最近开始买菜 您刚开始买菜 夫人的腿不行了 出不了屋了 这个腿都没办法 也就是您这辈子 除了写曲 啥都不会干 别人不想我 他不愿我干 然后就是从上个月开始 开始学习 要买菜了 您告诉我买菜的时候 您砍价还是不砍价 我从来不砍价 不砍价 鸡蛋还脆了 完了是这个 要不买白菜 我买萝卜 这个菜市场的 大爷大妈 叔叔阿姨 姐姐 弟弟妹妹们 看见傅林老师 可千万别放过他 不砍价 不 有时候他 他觉得这便宜点 多给点 是 所以夫人过去 怕我买菜 怕我买东西 买东西 招了几就多给人家 我一看 这已经不贵 你别砍价了 我就多给点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顶级的凡尔赛 就因为这么多年 傅老师的老伴 给他照顾得特别好 就是给您 把家里都 这个料理的 特别的踏实 让您才一心的 可以冲在事业的 第一线上 是不是 是 让我什么都不会干 他养成的 他有时候是说 你这什么都不会干 我说你惯了 没办法 没错 其实认识傅老师 这么长时间 我老觉得有点 就是采访您太晚 那会儿您也忙 就老请不到 但是我第一次采访完 傅林老师 我的内心呢 就一直在问我自己 为什么不早一点 就走进傅老师 因为他有太多的故事 跟我们分享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傅老师 您来当过嘉宾 就是惊喜别人 今天是别人要给你惊喜 你估计 谁会来 现在这个大环境 这个也是来回走动不方便 这真不好说 我问剧组 我说我 你问剧组 你问错人了 他不告诉我 对 你得问我 因为你问我 我肯定更不会告诉你 我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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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出个主意 待会儿咱们三扇门里 的好朋友都请出来以后 您今儿晚上 请我们大师一顿 这就行了 我看这倒是个好办法 好主意 关键是咱就看 傅老师能不能猜对 如果他猜对一个 咱们请傅老师吃一顿 猜对两个两顿 猜对三个 后半年 就我跟管理人请你了 好嘞 傅老师就冲这个 您也得好好猜 一二三 好 那么现在 您的顺序一二三 来 往前站 有请傅老师站在我们的 猜题的位置上 此时此刻 三组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 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 顺利过关呢 是不是又老了 老了 可不吧 我们从二十多岁 现在都七十多岁了 真正认识傅林老师 那就是在八九年 我参加了全国 职工工人的这个声乐比赛 哎呀 有几年没见了 但是 我们好几年没见了 认识很多年了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 傅老师 您今年高寿 哎呀 七十六多多了 问八十了 马上 对 你看这走道 他一点 这帅的 不太像老头 状态特别好 冯老师 您看一二三三扇门 您从哪一扇门开始猜呢 从一扇 第一扇门 好 那么一号门已经亮了 您一共有五个问题 请开始 男生是女生 男生是女生 一号门的嘉宾 请问您是男生 还是女生呢 女生 女生 我是女生 哎呀嘛 我估计您现在就想 是唱 声乐 声乐的 还是气乐 还是创作 声乐 气乐 还是创作 词曲作家 请您回答 傅老师这个这么清晰 这一会儿就猜出来了呀 这这 这就不断地缩小包围圈呢 傅老师为了这顿饭 也得猜 反正是文艺圈里的人 哎呀 这文艺圈太大了 对 这个 就是不想告您 不告诉我 合作者 咱俩合作过吗 合作过 咱俩 咱俩合作过吗 还是没合作过 还是没合作过呢 合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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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合作过 第几个问题了 我觉得您可以问 一首歌两首歌了 合作过几首歌 合作过 一首歌两首歌 还是三首歌 那您那么多作品 您数得过来吗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 我创作你唱吗 那好 第四个问题 是不是我创作你来唱的呢 是吧 这次 哦 她是合作过 这五年到过我家吗 见过我吗 这个问题好 见过面 没到过家里面 哦 这人给的够具体的 副老师 对 没到过家里面 咱今儿晚上 一块不一块吃 又靠您了 那我还是去不住了 有请您 往这儿站 有请您猜一下 一号门 这位嘉宾究竟是谁呢 我有个建议 按照这个 傅林老师这个年龄啊 就算是没猜着 咱也别喷了 好 这显得咱们这个 不厚道 尤其是观灵 老看那个喷那管 你就那么关心喷人呢 就是 女生的好朋友太多了 就是女性的朋友很多 很多 很多 真的多 您如果脱口而出 说女性的朋友很多 哪些 你就脱口而出 那不能告诉你 他不能告诉你 这个请傅林老师 那您必须得说一个 您是怕说了张三 得罪了李四吧 对 这不好说 那现在就看您得罪谁了 我一说谁 好像我心中只有他出来 这个不好 对 那就打死不能说 来我们节目 不就是为了为难您吗 不是 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苏洪 苏洪 是不是 著名歌星 苏洪 让我们 倒数 五个字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看谁来了 对不起 答错了 答错了 有请 变老师 欢迎 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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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上个月开始 范林老师开始买菜了 哎呀对他来讲 简直是天大的 天大的喜事 喜事进步 进步吧 进步 买菜是个进步 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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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书有名的老代 老代 加上一个姓 只有同学叫我老代 学生不会叫老代 卖书 在军义 那边老师刚才说了 你们既是同学 又是 战友 战友 后来还当过领寓 领寓 我就特别关心 谁给人起这外号 王老呆呀 这这这这 王老呆 分明应该是王岛了 不是 我这好像 这么说的话 我可能比 傅林老师 我起码出去 能把菜买回来 会做饭吗 都比我强 会 下饺子 他肯定会 下饺子还能不会呀 对不对 会 西红柿炒鸡蛋 啥都会 那那那那是比你强 傅老师 饺子不会下吗 就给你饱好了 你扔锅里不行吗 你跟冷水一块放 开 开了一块锅一看 不塌了 他有这事 有这事 他不是够的呀 他老伴 笑死了 就生活当中 这种趣事很多 太爱多了 我们就爱听这个 太爱多了 再给我们想想 把水 凉水倒进去 饺子直接倒进去 一盖盖 等熟 等着熟 就这种故事可能 要不怎么叫老呆嘛 那他读书的时候 怎么就有这外号了呢 这军艺啊 那时候我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不太灵 这个比较笨 这都是 对我叫 带瓜 但是这方面 在艺术方面 那就是不一样 他是只走艺术那根筋 不走生活那根筋 那傅老师 当时是因为 就是不善言辞 然后生活也 这个不走那根筋 所以就得了这么一个 你说他不善言辞 其实你挺幽默的 对 他就属于蔫儿 蔫儿 蔫儿 兜了一个话 那是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那后来呢 你们成为邻居以后 您听他老伴讲 这些趣事呢 能不能跟我们 分享分享 对 就有一次哈 老伴是出差事干嘛 他也下部队嘛 一个团呢 他也下部队 有一次他不在家 跟他交代了 这顿饭 你怎么做炒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突然来个电话 变小生 他这么办得可怕了 那墨儿在油 在锅里面 这么蹦 就是炒墨儿 他以为是 一种什么怪现象 不好的现象 怎么能蹦起来 他说明他什么都没做过 蹦 蹦 瞎打电话来问我求救 就是墨儿在锅里 蹦起来了 如临大敌 就像水嘛 那盐呢 就到油锅里面 也不是 泡沫水 煎这种自然性 看见过油锅 从来没有 哎呀 这是一个大事 我觉得 我跟他说没事的 这自然性 煎的水 煎的锅里一样 没让您去家里救救他 我跟他讲后 他知道了 把其他菜放进去 给你好了 还有一次 也挺好玩的 是时候居然是干嘛去了 没回来 就是过了饭点了 你喝了 喝了时间够了 告诉你 他我们家的两位 一老一小 他的女儿跟他 跟他两个人 在台上饿的眼睛 就发直了 就不会去 下个面条 炒个饭 不去 等着老伴回来 煮饭吃 我比较依赖 依赖的 就是 后来说 他的依赖 恨不得 就像过去 说了个懒人似的 唯一个大饼得了 马上就要这一块 赚的不赚的 对 后边就宁可饿 那什么都不能往后边断 咱们也老是吗 今天刚才说 他买菜了 简直太进步了 曾经 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 在海军大营住的时候 我们家老伴见过 他说今天见到复林 买菜了 买两个特别蔫的茄子 卖菜的人肯定坑他了 肯定够了 又是像那蔫的 老的又好吃 可能是 第一个 那是网头 第一个 给他笑的 他也不好意思说 现在你快退掉 这茄子不能吃了 这已经瘪了 那说了 这个越是这样的 越好吃 可能坑他了 就是说你这样 他就是这样的人 现在好办了 现在都外卖 外卖多了 完了要吃糖 送餐 外卖您自己 手机上会操作吗 我还不喜欢 不会 外卖得学生啊 别人帮我买 我女儿回来了帮我买 他这辈子 他的老伴简直太好了 他为什么跟他们特熟呢 他的老伴吧 年轻的时候 在我们军艺 是优等生 就是留下 是他们班的班长 毕业班以后留下来 当老师的 为了他 我们六五年 付出了一辈子 我六五年入学以后 当了我们的班长 后来跟他结婚以后 他的声音也挺好的 完全把自己放弃了 一起服从他 学历锋 这是潜力股 所以那个是在 傅老师背后的女人 看哪看出来 太好了 蒙对了 没蒙对了 人家这真实 人家这看起来 你谈恋都比我们早 他那时候 老呆反而谈恋还早 除了生活他也不会致力 我给他找 他老伴是我们 动手能力 当着看的 您帮着介绍的 对 我们俩给拍板订的 还有这故事呢 这故事呢 这我们愿意听听 我们家老伴是他 两个介绍的 他跟他夫人帮我介绍的 然后他的老伴是 您商量给决定的 那不是 那都不是 我自己决定的 你那啥了巴结的 把这张牌拿出来了 哎呀我都天呐 哎呀都好看了 射卷 哎呀看看射卷 真是 哎呀呀真是 特好 告诉你他们家的事 所以我就想问一个 特别重要的问题 傅林老师 老伴这么出色 嗓子也好是吧 那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把 这么重要的一首歌曲 太阳坠红 毛主席最亲 给了变老师 而没有给老伴唱的 那时候老伴已经 已经退居了 已经退居了 等于完全服从他了 那时候他 他那时候还在合唱团 已经在合唱团了 在合唱团 他那个太阳坠红 他都在嘛 在在在在 您当时这首曲子 写完时候 第一时间想的 就是变老师呢 还是 不是 这个王熙人老师啊 开始在我们歌曲团 是要那个徐毅 我们那个 就现在网上传的 还有一个 有个电影版本 是那个小姑娘 有个八一场 拍的一个电影版本 先让他唱 是谁唱的 那时候没有说 给谁唱就不给谁唱 对 都团里分配嘛 也没有本权这个问题 他上觉得自乐一点 小才十几岁 他说找边有人 这个通领导找 真的过去没有做私下找的 那时候我们是两个团 他是歌剧团 我是歌舞团 我歌剧团他歌舞团 这个歌曲属于王熙人 写的《商户送》的 是歌剧团的 他也是歌剧团的 当时是您的 您是词 我给的词 完了他做曲 王熙人是词 做完曲以后 写完以后 在他们团里面试唱 唱完以后 觉得那孩子才十几岁 十五六岁很小 十六 然后就说 冰晓真歌舞团 咱们是不是请他来唱一唱 我那时候已经三十岁了 就是阅历各方面比较 稍微精灵多一点 欢迎对这首歌有记忆吗 那太会唱了 来 您唱两句我听听 爱阳最红 冒出心最起 你的光辉思想 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 冒出心最起 你的光辉思想 永远只好长 我真没想到这个歌 我真没想到冠灵会唱 80后的还基本上 不是 冠灵你确实 不是20多现在看来 得30多 弄不好得40多 唱这歌还放陆年 那当然了 边老师 从这个 您演唱到今年 已经有多少年了 40多年 40多年了 46年 所以说这首 30岁唱的 今年76 整整46年 46年 你说这46年 是伴随几代人 唱这一歌是30岁 但是他在之前 他已经唱很多了 76年创作了 这一首好歌 它是伴随着几代人的 一个成长 比如说我在加拉奥亨唱 这首歌 那肯定是 我的爸爸妈妈 和我一起都能够会唱 所以说今天 请辩老师来 简直是太 真是太对了 那个时候录音 可不一样了 大乐队 在中央 我们电台 不像现在这么先进 一遍过 风轨 一遍 有个椅子声 重来了 重来 不好意思 有个不准的重来了 我都想再来一遍 一共可能录着三遍 可能是 很多遗憾的地方 但调音得调很长时间 不好意思说 再来一遍 不好意思 一块只会合唱 乐队一块 在这个大厅里面 装 广播电台 那是要真功铺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 进入奶酪博士 温暖时刻 让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您刚才是 说是要按顺序来 按顺序来 按顺序来 那就是该二了 二了 这也是 关灵最喜欢的号 不用我二 关小二 好 看看二 看看二 好 那么二号嘉宾 请您听好了 傅老师即将向您提出 五个问题 傅老师您请 难得你的 都有呢 就有可能来俩人 第二个问题是 看过我的歌吗 好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是否演唱过 傅林老师的歌曲 当然 当然 就是说肯定的 肯定 怎么能被唱过 你的歌呢 对 因为过去 你写过对唱吗 写过王杰实 谢理师 对唱过 对 老朋友的话呢 那有傅迪生 有一对 傅迪生 你跟他合作过吗 个人合作过 个人合作过 单向的 对 但是我们就是 一般不爱请他 因为就是他现在这个 越长吧 越不太像 就他 您的意思是说 您就问两个问题 就不再问了 就他了 就是他了 就人静负提升了 就人静负提升了 您这后面三个问题 都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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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问 我不问了 不问了 行 现在进了吗 你看看 老将出马 他就是一个凝两 就是厉害 就问两个问题 不问了 咱们 这个二号房间 是不是人静负提升夫妇呢 让我们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大门 你看谁来了 小朋友 哎 抱歉 答错了 哎呀 有请江涛夫妇 哎呀 老师好 王导好 关联好 哎呀 答错了 歌手江涛与爱人 为傅林倾情助阵 江涛能够坚持走音乐道路 傅林功不可没 今日同台 会带来哪些温情故事 那个 所以我今天啊 江涛你先安静 我得 我得让嫂子 把我当年欠我的话 都得给我补回来 当年欠了我好多话 那个傅林老师 在你印象当中 跟江涛是个什么关系 好朋友呗 老师恩师的关系 恩师 你看这表达很好啊 为什么是恩师呢 是假的 好个问题 哎呀 我还得提老伴说 刚到北京 我们是一家三口来的 跟别的歌手不一样 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 我们这 娘仨 很艰难 儿子三岁 得吃饭 得吃饭得住 得上幼儿园 老师师母 就给儿子安排在海娃幼儿园 多不容易啊 哎呦我的天哪 每次我们接孩子的时候 经过海军大院 就对海军大院的菜市场 就特别熟悉 特别熟悉 经常就顺手 就顺着 就把菜就买了 海军大院附近 还有个菜市场 里边 里边 特别的丰盛 附老师就愣没学会买菜 特别的丰盛 我们没买过 所以说呢 经常我们一家三口 去蹭老师家的饭 哦 你们就是蹭饭之一啊 对呀 去了 就炒个鸡蛋 对呀 炒个鸡蛋 或者是下碗面条 一个碗来一个荷包蛋 这就三碗面条 一家三口经常蹭饭 原来家老师家那时候 那这个我们 有很多观众还不知道 那最开始的这个渊源呢 最开始的渊源的是 有一次在参加全国的职工 歌手大奖赛 我是铁路职工 铁路工人 老师是评委 当时到舞台上还出了个故障 组织乐队 组织乐队 那是在北京吗 在北京啊 在这个职工之家 您来参赛 在职工之家 我代表铁道部 来参赛 对来参赛 唱着一首涂红钢的黄土地 唱得怎么样 唱得还挺好 唱得反正是一开始出的错 把调给起高了 这姓魁老师说 那就新人 那是乐队把调弄错了 现场乐队是我听错了 我给唱高了四度 哎呦 那就是突然 那四度 那个关系会觉得别扭吗 乐队马上就停了 马上就停了 他停了 我就从平尾系 赶紧找到乐队郭小良 我说你起调起错了吧 没错 他盘腿打着 我没错 他错了 对 我说那从来吧 就是这一道都高了 那一高了没法唱 他呢 就是这一道都高 我错了 那傅老师 我有一个疑问啊 在这么一个比较正规的比赛 那应该他这属于重大失误啊 重大失误啊 您作为这个评委 可是具足轻重的人物 您怎么还下去 走到那去给他说呢 你也不认识他 那个乐队是我负责的 就我们海正文工团电声乐团 我当时组建了电声乐团 评委兼乐队负责人 兼负责人 就我的负责人 这是我们的问题啊 还是问题 您是去了解情况去了 那他当时那一嗓子 高四度的那个 是不是也给您留下 比较深刻的印象呢 那你印象太少了 但是也上去了 还上去了 但是 高了四度也上去了 掉错了 从那以后呢 就参加了第五届清歌赛 92年 92年第五届 1992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我已经转为 专业歌手了 从铁路到了青岛市 歌剧舞剧院 现在叫歌剧舞剧院 所以说我提前了一年 北漂开始 应该是90年 90年 90年呢 到了北京以后 就是老师为我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曲 叫做《故乡的雪》 哦 就是老师是家是东北的 家木斯的 白华树林啊 雪爬里啊 家乡的路啊 旋律还记着吗 走过了多少人间的沧桑 怎能不回头张望 尝过了多少人间的风霜 怎能不回头张望 古乡的风霜 风冲过我的门窗 宁愿让它再一次打在我的脸上 无相地路曾觉得好长 宁愿吃脚走在熟悉的路上 我都背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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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熟悉 就是有时候一首歌火吧 你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想这么好听的歌 第一名 第一名 但是它最后这首歌 它没成了一公一山 所以它有时候 因为当时不懂得 真的就完了 又不懂宣传 因为我也没签约公司 都是就 来了以后就是拜老师为师嘛 这个 所以说这首歌呢 等于签给老师了 对 剩半天是我当务头了 不是 因为这首歌呢 当时没太重视电台打榜 对 如果要这首歌 在电台打榜的话 做一些起宣的话 对 这首歌一定能出来 那既然这么说 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在我们的舞台上 让这首歌 再原因重现一下好不好 那肯定啊 会啊 故乡的雪 对 这首歌 走过了多少人间的沧桑 怎能不回头展望 尝过了多少异乡的风霜 怎能不回首遗忘 多少次抓住梦的降生 拉着爬里冰上飞翔 多少次梦见白花束的眼睛 是否哭出妈妈的诉望 无乡的雪风动过我的门窗 宁愿让它再一次打在我的脸上 无乡的路曾觉得好长 宁愿只叫走在熟悉的路上 Zither Harp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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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了多少人間的滄桑 怎能回頭 展望 唱過了多少異鄉的瘋霜 怎能不會受遺忘 多少次抓住夢的降生 拉著爬里冰上飛翔 多少次夢見百花束的眼睛 是否枯竹 麻麻的訴望 不像的雪 瘋瘋過我的門窗 寧願讓它再一次搭在我的臉上 無鄉的路 怎麼覺得好長 寧願吃腳走在熟悉的路上 無鄉的雪 風通過我的門窗 寧願讓它再一次搭在我的臉上 無鄉的路 曾覺得好長 寧願吃腳走在熟悉的路上 無鄉的路上 頂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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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老师和评委们到 评委们到后台接见我们 老师特别跟我说了一句 小伙子形象不错 浓眉大眼的 一定要杂瓜卖铁 要闯北京 就这句话奠定了我 到北京来的信心 如果要是傅林老师 比如说就握我手就走了 你可能就现在还没来呢 下不了决心 你想我拖家带口 好多人都反对 说你到北京去 如果闯不出名堂了 怎么办呢 那你在铁路上的工作 也不错呀 我在青岛火车站工作 那个时候当这个 让我当团支部书记 这种发展已经很好了 对发展已经很好 但是呢这个音乐之梦 还是想闯一闯 想闯一闯 不能放弃音乐之梦 命中注定啊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刚才傅林老师 轻描淡写的 说了好几句 我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了 但其实正是他的一些 鼓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但是我们始终保持联系 对 甚至每一年 过年过节 都看一看 我们在饭中就谈什么 就声乐 就混合交流 他尤其滔滔不绝的 讲的发声啊什么 我也研究这个嘛 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知己 我知道后来 苏鸿这个 苏鸿比他早 苏鸿是1980年大奖赛 对对 小小的我 他是92年 要说男的女的 我猜要说学生话 小小的我是 词曲都是您吧 不 词是王健 词曲是我 您这是一会儿词 一会儿曲 就是 左右开工 左右开工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顾湘的学以外 后来也有一首 这个比较好听的歌 还有一首 海昌老师的歌太多了 我第一张唱片里边 80%是老师 早茶 早茶 原谅你 还有那个想你 想你是我最动情的时光 那我觉得挺满意 关键是还有一首歌 叫海风刮起来 海风刮起来 海风刮起来 刮得好凉快 像浪花白浪花开 小船动摇西班 这首歌可没少上晚会 电子乐 93年就上了公安部的春晚 在海南 海南岛拍的 就是唱到海风刮起来 所以说 可能大家对江涛的印象 这个 是那样一个帅哥 这个一直就一路走来 就唱过来了 其实 如果要不是遇上 傅林老师这样的人 没错 也许您的那个帅气 也被那个生活折磨的 这个荡然无存了 我那次采访 另外一个嘉宾 傅林老师来做 这个惊喜嘉宾 傅老师下场的那一刻 我就从他背后的 那个白发 我就 哎呀 一下子 一下子酸了一下 我说这个男人 成就了多少 多少 这个圈子里的人 嗯 却从来不去把这个 当成一种资本去炫耀 嗯 所以说傅老师 您才是我们这个音乐圈子里头 最值得人尊敬 最应该给您点赞的人 没错 在这儿给老师聚一功 真的 这么多年 谢谢 真的 给老师聚一功 恩师 我们 这就变成朋友了 相处这么多年 嗯 谢谢 我还真的是挺感动 刚才江涛的这个 突如其来的鞠躬 而且这个江涛的爱人 确实是一个 惧怕聊天的人 嗯 但是每次我从他 站在台下的表情 和刚才 我一直在用余光看他 他眼里头一直 嗯 闪烁着那种小泪花 嗯 他虽然不善言辞 嗯 但是那份感动 和那份 今天我必须要一起 上场的这份勇气 嗯 真的是说明了 这一家人 嗯 他们心里的您 那就是慈父 那就是导师 没错 那就是改变了 他们命运的人 嗯 江涛是不是得给我们 长一长一曲的 嗯 对啊 那必须的呀 海风刮起来都唱一下 我记得要是 天哪里的 那不是 人 我记得 海风刮起来 挂得好凉快 浪花白浪花开 小船动摇西白 海风挂起来 挂得好凉快 日头生日头落 大海冬去春来 大哥大哥大哥 你的脾气没改 从来不在乎是被崇拜 大哥大哥大哥 你的酒不带没带 是否还是那么自由自在 海风挂起来 挂了几千 再挂走人世间 多少个星星船衰 海风挂起来 挂了几千 再挂不走 你对大海的那份真爱 海风挂起来 挂得好凉快浪花白浪花开 小船动摇西白 海风挂起来 挂得好凉快 日头生日头落 大海冬去春来 大哥大哥大哥 你的性格好怪 从来不在乎路的宽宅 大哥大哥大哥 你的罗好带没带 是否还是那么风流风采 海风挂起来 挂了几千 再挂走人世间 多少个星星船衰 海风挂起来 挂了几千 再挂不走 你对大海的那份真爱 海风挂起来 挂了几千 再挂走人世间 多少个星星船衰 海风挂起来 挂了几千 再挂不走 你对大海的那份真爱 海风挂起来 挂了几千 再挂走人世间 多少个星星船衰 海风挂起来 挂了几千 再挂不走 你对大海的那份真爱 海风挂起来 好 那今天呢 我们也非常感谢江涛 特别感谢嫂子 也是首次地在屏幕前露面 足以看到对傅林老师的这一份真情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奶酪博士温暖时刻 让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只剩三号嘉宾了 那么您依旧是有五个问题 向他提问 男的女的 好 第一个问题啊 缩小包围圈 哎呀 这这么 这精整着 完了 都有 有男友 怎么又都有呢 这就有男友 我明白了 傅老师这个朋友啊 不是一个 对 就是 他太多 确实是 站不下 和老组团来 对 就是我一找 人家就不行 在部队文物团待过 还是在地方文物团 好 第二个 在部队还是在地方 对 没工作 他得找工作 他就是来找工作 这才没工作 这什么意思 来找工作的 这有可能是忽悠您的 你别瞎说 这学生 基本上都有工作 现在 也有可能是自由职业者 也许刚毕业的 对 刚毕业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你们都是 做音乐的吗 对 你们是搞音乐的吗 你看着傅老师的用词 对 他就缩小了 是 搞音乐的 那起码不是演员 不是 不是 这群孩子挺诚实的 你别说 哎呀 这难住了 现在如果傅老师 这个 我给您 五岁以下 还是五岁以上 五十岁以下 五十岁以上 这可以 哎呀 这个 这好 这好 看看是您的学生 还是说是合作者 可以 我天哪 这永远二十五岁 永远二十五 那不对 不能永远 对 那就说明他不是二十五岁 对 说明这里头有一群二十五岁的人 可能搞不好是五十岁了 对 还真是 倒过来就五十二了 五十二 哎 您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第五个问题 你到过我家吗 哎 有没有去过傅老师家 有没有去过我家 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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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班的这个家 这十年的 这十年 十年之内 没有 就跟他猜的 那也就是说还没到 那个没到过家里 吃饭 那就关系一般 学生都没去过 学生都去 那也不一定啊 这个 我肯定都认识是吧 哎 能不认识吗 那也没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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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物业的 瞎猜吧 傅老师猜的是 王欢和霍勇 王欢和霍勇 是不是歌唱家 王欢霍勇 又错了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看谁来了 对不起 打错了 欢迎人静 傅迪生 夫妇 刚才猜 欢迎两位 傅迪生 人静 与傅林 许久未见 但是在音乐 创作上 一直向傅林 学习 今日同台 会带来哪些 意想不到的故事呢 哎呀 久不见面 真的 我 可爱 是 我们是叫王老师 还是叫傅老师 我说 我说你叫傅林老师 因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 认识几十年以上的人 才知道 才知道 他姓王 他姓王 人说你老叫傅老师 有人说了 这个 傅迪生 是傅林老师的儿子 我说 我说这样说吧 他叫王傅林 他姓傅 他姓王 那有可能 王为念就是傅 傅林老师的儿子 何哲 最后我今天 这节目录完 还认个爹 还叫傅 太早了 但是 傅林老师 就是我相信 管他叫傅老师的人 肯定比 管他叫 王老师的人 多 因为这么多年了 在 无论是在作品上 署名 基本上都是傅林 对 可能你也就认可了 有没有信 无所谓了 这个不强调 叫什么都行 那贾丁 老师 经常叫贾老师 对 他也不姓贾 对 贾丁不姓贾 对 所以我跟贾丁 也这么说 只有是几十年的交情 才知道他叫吴贾丁 这吴贾丁 对 姓吴 你还不知道 苏洪 原来姓什么 刘苏洪 刘苏洪 一会儿 后来去了 刘苏洪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就是经常是在节目当中 能碰上参加活动 但是我们其实跟傅林老师 还是有很多的可以说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我最开始 对傅林老师 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个作曲家 还能写词 我就不理解 那个时候是刚开始 我们开始唱歌的时候 大家知道 这个妈妈的吻 妈妈的吻 是傅林老师做词 古建芬老师做曲 这个就把我 我在唱歌的时候 那时候自己也想写歌 那时候就是受到 傅林老师的启发 那就是说 作曲家也可以写词 当然 后来 人静 他在考 他最开始考 铁路文工团的时候 我是唱小罗浩考上的 你看看 这可有缘分了 真的是 当时是 您怎么选择了这首歌呢 在当年的时候 当年这首歌很火呀 而且也很适合我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 结果就考上了 对呀 你八十年代的时候 你说小罗浩 那你就是人人都会唱 要是没有小罗浩这首歌 说不定您还 对 去不了那个 唱别的可能还不一定录取 对 就熟悉的歌 评委更容易判断嘛 对 比较好坏 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呀 其实 我听明白了 就是 傅 傅迪生先生 作词作曲呢 很受傅林老师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位叫 王导 我听说 今天一开始节目录制的时候 您就站在这儿 跟观众朋友们说 您可是受傅林老师的启发 是不是 不是 您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我这探得有点太高了 这个傅迪生老师 是受傅林老师的启发 您呢 我是受傅迪生老师的启发 您那就是 这个说白了 就是孙子辈的 你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 你现在开始搞词曲创作 在词曲创作方面 说老了 我是孙子辈的 前一阵子写了个女人 受到了 广泛的 广泛的关注 最近本人 哎呀 又写第二首了 我跟你说 这个傅迪老师 上有老 下有小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 有文章可做的歌名 那当然 可以啊 对 所以 这个王导跟我一说 他说他创作了一个歌 叫上有老 下有小 我就觉得 这个歌肯定是一首 接地气的歌 那我有一个建议 傅迪老师 您来我们节目也不容易啊 这王导这第二首新作 您要不要给他点评 点评 那听了以后再点评 来一段吧 哎呀我的天哪 这 有我的伴奏吗 有啊 来 上有老下有小 谁幸福谁知道 人到中年不容易 家里家外操劳 上有老下牛肖 半生的心愿未了 靠谁不如靠自己 跌跌撞撞 一路奔跑 如果你要觉得苦 想象残父母 为了他们受点泪 付出再多也幸福 如果你要觉得苦 想象孩子的经过 为了他们受点罪 这算什么 就算这样 老去也幸福 谢谢 谢谢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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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了 真太好 我第一次听啊 这首歌很直接 直击你的人心 直接让我很感动 你想啊 四五十岁的 这一群人 上有老下有小 面临很大的社会问题 压力很大 是吧 所以你直接抓到 这个社会的现象 做一个主题 来把它唱出了你的心 唱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觉得这个就是 特别有生活体验的人 写这个歌 能写出了 这种带有点心酸 那种民谣 那种带有点摇滚缝的 中国民谣 这种民谣 城市的都市民谣 它是真是能够唱出了一个 就落地 你要很多歌吧 很多人写起来 它矫情 它矫情 转来转去 你要真正有文才 你玩文的 你没有文才 你唱点 非常的落地的 说点什么事 不一定是歌颂题 就是唯一的 你唱点 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真实的感情 它就表达了一组真情 这种我觉得就很好 词很朴素 对 像我正好是80后 我们就是面临着 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人 老的一个有病 四个老人 要夫妻俩 四个老人 有一个有病 就拖累住了 对 下面一个孩子 就得培养到18岁 除去以后 对 而且像我们吧 这个80后 还正好赶上 独生子女这一代 有可能是两个人 上有四位父母 下有两到三个孩子 所以这一代人 我能不能理解 我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我是 这写歌也得抓住 社会正在需要一种 什么样的旋律 一定要切准这个时间点 这个很 我能不能是这么理解 你可以理解为 你写得很大 动了观众的心 写到了我们的心考上 那能不能理解 我现在就已经进入了 很不错了 音乐圈了呢 那这个理解 由傅林老师 最后给你的定义 进来 将来加入我们 这个流行音乐学会 哎呀呀呀呀呀呀 会长好 会长好 这个阿姨就叫协会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我从此以后 就不要跟他们 这些主持人 在一起混了呢 离他们远点 你要掂量 如果把饭碗砸了 也不好 出国的话 要没有事 先不要着急着 把那饭碗给砸了 先被砸了 不是现在有人抢饭碗了 你就受得了 多两个饭碗 挺好的 你看今天得到了 傅林老师的肯定 是不是您的一个 很大的收获 是 对于您来讲 等于是多了一个 音乐界的合作伙伴 也太好了 你这请我来 是不是 来表扬你来了 这个您看出这个意思了 你也就说个低声啊 这个 没有 这父亲感 也不错 人品 真不错 谢谢 傅林老师 从我们知心爱人 推出的时候 就给我们肯定 所以就是 也是 也是这个 关怀年轻人 他形成一派 他形成一个 现在缺这种组合 傅老师刚才 好像张嘴就是 就是 富低声人静 就是说明你 对 我还没忘却嘛 我在老的话 你再请我 谁都忘了 您就麻烦了 现在脑袋里 还储存着 对呀 你这张嘴 就是富低声人静 他吹长笛了 我也吹过长笛 我们这个 竹笛长笛 我们都吹过 我在 我写了一本叫 中国流行音乐 百年史记 他们在除了 真心爱人 后边除了 我都有记录 我就史记 为什么叫史记呢 不搞那么多评论 就每年产生的 什么人 什么作品 他们为什么 我记一声呢 我都 我做过三大本的 这个 这个史学的研究 把它们记录下来 就这些人嘛 从 出唱片 出池袋 重大的一个活动 晚会 清歌赛 我都有名单 我一直保留 他是从参加 清歌赛开始 他们俩 这个搭配 从首目鼠开始的 九十年代 这也记录下来 就你再回头一看 我们这也走过来 所以 这个 傅林老师 就是 应该是 要这么说 一点都不过 就是说 中国流行音乐 发展史的一个 见证者 一直在说 就是不断地去追求 新的作品 包括您说 退休了以后 还在这个 一直在想新的作品 包括前两天 这个画皮的这部 应该叫音乐剧 音乐剧 音乐剧 这部画皮的音乐剧 这一点我觉得 任静和傅迪生夫妇 也跟您这个有 相似之处 他们其实有很多 优秀的作品 但是也一直在 不断地去创新 那最近我觉得 这首老伴 也是特别好听 是 而且在这个 短视频里面 也是掀起了 这个大家的 跟唱啊 合拍的一些热潮 你就直接说 你想听这首老伴 不就完了吗 这老伴 显然是我们 就有资格 你们还不老 这个 差不多了 他俩 他俩给自己 弄的那特效半老了 着急 着急要 反正是怎么说呢 我们 我和任静呢 结婚到现在 现在也33年了 所以呢 也也是 好几个期啊 七年这样 从这个 从知心爱人 也快走到这个老伴了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来唱呢 你等到我要真是 真到您想象的 那个老伴的时候 可能声音 已经不受控制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就把它唱了 等于提早把老伴唱了 对 提前唱了 那咱听听呗 好 听听吧 来了就听 哎呀 哎呀 我们相依相伴 相亲相爱 走过多少年 苦了也心甘 累了也情愿 幸福就在你我心里面 这条路上我们相抚相产 相如一抹穿梭红尘节 苦了也无悔 累了也无怨 只要有你陪在我的身边 含义是我的老伴 日夜夜我交成了习惯 一人散残 哪怕粗茶淡饭 我们却拼出了迷一样的甜 含义是我的老伴 你赢一声我就会心安 伤风雨 我们相互牵绊 我愿日夜夜守在你身边 日夜夜守在你身边 有令人散残 那 also 录音 条路上我们相抚相产 相濡一抹穿梭红尘间 哭了也无悔 累了也无缘 只要有你陪在我的身边 喊你一生我的老伴 日夜夜我交唱了喜欢 一三餐哪怕粗茶单饭 我们却拼出了蜜一样的甜 喊你一生我的老伴 你一生我就会心烦 我们相互牵绊 我愿日夜夜守在你身边 日夜夜守在你身边 日夜夜守在你身边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奶酪博士温暖时刻 让我们一起合个影吧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互动谈话节目 奶酪博士 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此呢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这一期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你看谁来了迎来大来宾韩芝萍 三盛大门逐一打开 是谁的到来带来爆料不断 要说起来有二十多年没见了姐姐 二十多年没见 每次看她这个的时候我都能感动 你为什么不能像安志平阿姨 那你就改变了 什么都不是你的 就是命是你的 我们现在一定要想这个 这就好了 看见谁你都开心 好友们悉数登场 又会为我们展示怎样 更多面更多变的她 阿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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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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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感谢观看